欢迎再度回到新闻思想起 高房价的时代 不同年龄层的问题跟危机也纷纷浮现 买房买不起 要租却常常出现 年轻人租不起 老年人租不到的窘境 首善之都台北市 过去这个地方被视为工作机会多 又享有高福利资源 这样的优势关环已经慢慢退去了 眼前千离台北的拖北朝 势不可挡 根据内政部资料就显示说 2022年是有3.7万人 户籍迁离台北 短短5年时间之内 人口流失高达20万人 而相较之下 邻近又有点距离 但不至于太遥远的桃园市 则残年6都人口一入之冠 如果在进一步细部分析的话 台北市移出的人口 主要集中在35到39岁的青壮年为主 而这个成家立业的世代 陆续转网生活开销 CP值更高的城市 他们用通勤时间换取居住空间 这样的拖北哨应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报道带你了解 在台北待过之后就觉得 每天都很不舒服 要嘛通勤 然后住的地方 就像住那种小套房 对面是那种 就对人家的眼囱之类的 就都住过这样 就是有种 不见天地的感觉 你待在台北的时候 你只要一离职 你就会很焦虑说 我立刻要找到一份新的离职 因为你下个月要入付出金 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说 我怎么会 我想要到我什么生活 压过的建筑 老旧的屋林 仓促的生活步调 让许多青年在台北 再也住不下去 内政部统计 2022年有37000人 前出台北 时间往前推 2018年至今 5年下来 台北已经少掉20万人 跌破250万人大关 今年30岁的时任节 原本是台中人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 18岁离开家乡 来到台北念大学 考量台北就业机会多 毕业后毫不犹豫 留在台北工作 却深刻感受到 台北居大补役 那个时候的时价 一个月的月租金 一个六坪左右的套房 已经要一万亿 那对那时候的薪资水平来说 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统计上来说 大概至少租金就占据到 一般出社会人士的 三分之一的薪资 然后再来你的生活所需 在台北大概会 再占掉三分之一 你只剩下的三分之一 任节带我们走进 他在台北的短暂住处 这栋大同区的老公寓 没有电梯爬到五楼 推开大门里头 分隔好几间小套房出租 七瓶小套房放进一张大床 再勉强塞进小沙发茶几 剩下的空间显得涌挤 台北湿器有很重 比如刚刚有提到 你一定要买厨师机 然后如果是顶家的话 你夏天一定要从头开到尾的冷气 要不然会热到要死 这样的生活质品就对人很有压力 来期工作经验后 前两年遇上疫情冲击 再加上班承认了新常态 28岁的时任杰决定离开台北返乡创业 我的结论是台北会用成本这件事情 逼迫你的风险承担能力越来越低 然后你的风险承担能力越低 你就会越觉得薪资要涨 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有更多弹性 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即便光单纯只是释放租金 那也是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可以在 以台中物价可以做很多事情 根据租往行情 在台北市要租上一间七瓶小套房 每月租金一万三千元到两万元不等 2022年央行四度升息 房贷利率升高带动租金上涨 顺势转嫁给房客 足迹出统计全台租金指数 今年4月来到103.38 创历史新高 从去年8月开始连续9个月 租金指数年增率超过2% 把591目前的真实成交数据 拿去做统计的话 台北市大概从2019到2021年 这几年之间 我们的租金就已经上涨了 大概15%左右 原本买得起房子的人 他必须要去到租屋市场找租屋 那就让租屋的需求其实变得更高 那才生一个层层往下压的一个现象 造成台北市的住宅成本增加之外 因为房价高也造成了电租的租金上涨 那也会使得这些店家把这样的租金成本 反映在他的销售的价格上面 也造成了在台北市的外食租 他的这个费用也增加 一方面住宅的费用上升 一方面生活的费用也跟着这样的一个电租的上升 而上升的情况底下 当然很多人就感觉让我就搬到临近的新北市 或者是桃园 那再加上目前的整个大宗运出系统 捷运越来越方便 33岁的立群原本跟妻子在台北工作 打拼多年结婚成家后 在双北四处找房 最后选择落脚在临近桃园火车站的 十八平家庭房 你付这个租金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个空间是你觉得可以 然后机能又不错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付出去的这个钱 是有达到你生活的需求 有那么恐怖吗 一家三口搬到这个十八平大的二加一房 一个月租金一万六 一主卧一小房 小家庭享有大空间 会变一个厨房出来 开放社厨房自然光大片洒下 成了立群的在家工作室 立群是自媒体工作者 锁定疫情下的自主风潮 拍摄居家懒人食谱 带来网路流量 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就超想逃离台北 但是台北待过之后就觉得 每天都很不舒服 要么通勤 然后住的地方 就那种住那种小套房 对面是那种 比如说对人家的颜囪之类的 就都住过这样 那就会很烦 就是有一种不见天日的感觉 越来越多像立群这样 三十到三十九岁的脱北青年 在台北累积足够的工作经验 出于成家考量 不再留恋台北户籍纷纷一路桃源生活 户籍这件事 它攸关的是非常多的福利 那当然因为台北跟其他县市的 这个福利差距 逐渐的缩小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非常多社户籍在台北这些人 为什么最后会离开 有可能他已经成家了 然后考量到他未来小孩的一个成长的需求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力负担得起 而且又适合长期来居住的这些家庭式的空间 住在桃园 立群不是需要上台北开会 从家里走到车站只要五分钟 桃园往返台北上班 跨线式通勤 也成了脱北浪潮下的新常态 在台北市所提供劳务的这些劳动力 基本上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 户籍的外移而大量的流失 所以从区域之间的军人发展来讲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对个人来讲 如果他必须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通勤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 他会未来可能过劳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以通勤时间换取大空间 不断流失的台北人到哪去 六都之中 桃园市成了近年新兴一路亮点 2022年人口近一路6659人 全年六都移入人口之冠 五年来桃园市总共近一路57329人 离开台北南桃园交流道下来 这条大马路口 预收屋广告看板林立抢攻视线 这也是桃园市中路特区 放眼望去都是十年以下的新房屋 新建案持续盖不停 去年一路4690人 超过往年热点金国一文特区 房价三字头坐享三大公园景观 绿地辽阔 愜意生活步调 吸引不少首购族入手 那本身这个房型的部分 是我们社区二加一房的房型 那室内的使用空间 大概有29.75平 这间家庭房格局方正 作用大阳台大三房 屋领只有八年 一平三万元 包含车位总价1600万元 这样的价格与房型 在台北想都不敢想 这几年双北下来的首购族 其实蛮多的 对那因为就是当然相对房价 就是便宜很多 对那可以换到更好的 更新的房子 然后更大的空间 对那就是当然相对 生活品质有个提升 2022年内政部公布的 房价所得比 台北市来到15.77全台居贯 也就是说要将近16年 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间房 无怪乎房价所得比 又被称为购屋痛苦指数 然而台北市的高屋龄 高房价问题仍旧是选额未解 新屋买不起 老屋不够住 设宅盖太少 依照台北市的房屋税登记来讲 目前有90万名 但是它的屋龄超过40年以上 就将近了四成到五成之间 以台北市这些老屋来讲 CP值算是相对低的 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每一间房子 都住满四个人的话 事实上台北市大概就只能 为纳不到200万人 台北市现有社会住宅 两万两千四百九十六户 加上中央新建 距离目标五万户 社会住宅联盟逆估 北市设宅缺口 还有一万四千六百户 那为什么社会住宅 有一些盖得这么的贵 还是被抢半天 对于这些买不起房子 只能去租房子的这些 比较有能力的充满阶级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万的这些社会住宅 就完全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好物件 社会住宅原本是供给社会最底层的人 一张居住安全网 然而房价租金 让有能力的人也负担不起 导致房屋市场层层剥削 层层下压 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可能在脱额 脱老这个部分 甚至住宅 我们讲的就是所谓 把它的公共化 所以公共化的意思就是说 像公托 公托包含脱额脱老的公托 或者是我用社会住宅的概念 青年住宅的东西 然后让在台北市生活的这些年轻人 或是所谓的青壮年 他不用花那么多钱 在这些必要的开销上面 人去了以后 当然就会带动那种力的消费 所以我想当然对于这个 右边的城市的发展 绝对是一个好事 台北桃源两地 长期下来有望达到区域平衡 只是大台北梦想之都 能否翻转居住恶梦 留住青年市民 再再考验政府的决心 欢迎订阅